什么什么不仅新年活动有了 就连情人性活动都出了 那我可得好好看看 都有些啥呀 首先呢12月4号 爱不贵限定金品 当铺老板和奇珍挂件 新算盘 花家和帮帮的独特时装部说 还有每年新年必备的紫皮对婚卡 我 我可就是为了这张紫皮卡等了一年呢 我就知道 网易大大肯又会给的嘛 今天的活动 是打扫台湾界 解锁古典建筑知识 在起源书上 还可以挂上自己的新年愿望 而且过年了 怎么能少得点年花呢 除夕当天 商城会上架很多新年家具 年夜饭和礼花 还有蜘蛛的西式时钟花季 咱们蜘蛛也要美美的 白色婚纱礼服了嘞 乍一看柔柔柔柔 不过你这直接在脑袋上 把开个嘴 是认真的吗 看着到下柔后这块 接着就是2月14号的情人节了 其实商城会上架 小偷的西式金皮 不会枯萎的花 天哪 小偷只是变成花金子了嘛 这身粉嫩俏皮的精灵妆 也太美了吧 还有身后机械的蝴蝶翅膀 天哪 这也太好看了 这个皮肤我一定要拥有 对了 除了皮肤 还有奇珍挂件蘑菇叉 颜色的蘑菇圈 缠绕着金色的藤蔓 这个也很好看呀 每年全人节必备的 玫瑰丑罩 也重新翻场了 同时翻场的 还有约美人的 比肩柔情 小行李 弗雷奇与吉利 完成指定任务 还可以获得 全人节小偷活动头像 和头像框等奖励 还有 下次排位的珍宝 开启时间是2月23号 哦 对了 调香色演艺之后皮肤 也要上线了哟 粉色 裙摆红色的五鞋 不知道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那那 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一下 紫皮卡 想要混一下什么皮肤呢